刀碎 其實牠不會很兇猛 牠是一個很溫馴的一種魚 你只要不要去攻击它 当然啦 你要抓它 它就有防备性 它就会挣扎 你如果说不动它 其实它很允许 它跑到你旁边 都无所谓 跟徐龙鱼的特质 其实有点类似 张修正抓鱼时 一副干练精明的神态 乍看虽没那么亲和 私底下却是很柔和的 温柔的 可以把每个熟客的鱼粥 当成熬给女儿或孙子喝 又或是采访时 正风要过母亲节 她也暖心地想借着镜头 给女婿来段 丈母娘的爱的告白 我很感谢 我的女婿 没有让我失望 她不是做这一行的 她竟然可以做到 把这个连加工品什么 都带得很成功 不过比起用文和体贴 几个字眼来形容它 其实都不如坚韧来得贴切 张修正的人生 经历过三次天灾 且一次比一次还惨 老实说 那并非常人可以承受 刚嫁过来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常在这里抓西虾 晚上都出来抓西虾 因为那时候鸟不生蛋 这里也不像现在时候 民宿 只有我们家养鱼 没有什么娱乐 跟我以前住的大城市 在台北工作 完全不一样 是两个世界 年轻刚嫁给先生时候 家里养的是尊鱼和香鱼 那一年 九二一地震中创古关 十几万尾的鱼一戏翻肚 重建时 他跟先生便决定要引进 巡龙鱼自产自销 卖巡龙鱼大餐 开始卖的时候也会遇到瓶颈 因为每一种鱼的料理都不同 你要重新再去找这个料理 我又不是那个底子 所以我就出走 那时跟着先生 夫妻俩到大陆香港取经 花两年多的时间 学巡龙鱼料理 没想到学成后 回到古关就一炮而红 我们台语有一句语语叫说 这句话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 我把这个巡龙鱼 养起来之后 然后再来 再来重新转型 然后转型之后就转成功了 巡猜厅开四个月 生意络绎不绝 但也在四个月后 桃枝台风来了 把花了上千万盖好的两间餐馆 砸得东倒西歪 我是跟他讲 我说我们全家人都在 我们可以重来 你把那个生意做起来了 你把这个料理做起来了 人家自然就会来找 那时候 那时候 比较乐观 不会想太多 只要生命还在 家人还在 张秀珍始终不怕重头再来 但他万万没想到 三年后 敏都立台风带来 切儿水灾 这一趟 竟把身边两个至爱 一次带走 因为我一直叫他们说 不要再看水了 很危险 下那么大的雨 这上面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都看不到 非常危险 你们就不要再出去了 事发那天和线下 即将迎来大雨的山色相差不远 但惊恐的景象却差太多 张秀珍恰巧就在 好几层楼高的土石 咽下那一刻目睹所有 我从下面往上看 他们两个 儿子是跑在前面 爸爸是跑在后面 然后那个土石流 黑压压的这样跑 这样子 好几层楼这样下来 他们就这么渺小 这么一点点 我看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知道的时候 糟了 他就用左手 跟我挥 叫我不要再来了 叫我赶快回去 危险了 来不及了 他将跟我挥几下 然后 我 我往下跑 在回头看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他们 随后 曾有那么几秒 他天真的想 先生跟儿子 或许会像电影出现的 内幕一样 抓住建筑物新运 躲过吧 但结果并没有 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跟我女儿说 爸爸跟弟弟没了 我女儿听不懂 她说 为什么 没有啊 爸爸 弟弟 他们都好好的 为什么你 你怎么了 妈妈你怎么了 我说他们都被土石流 推走了 因为水进来了 进到一楼 我们就逃到二楼 往下看 这一片都是汪 好像是汪洋一片 我跟我女儿说 要不然我们一起走 记得那个轻松的念头 后来是被员工宿舍传来的小女孩哭声给打消的吧 很快的 他想起身边还有两个女儿 一个公公 一个妈妈 这才会过神带着家人逃离 想回来的时候很简单 可是当你要做的时候 那个才是 你要考验 你要重新考验的时候 是啊 花两个月 一片一片贴补好的破碎心绪 一回家就裂满地 那该怎么继续 我这样子 重新恢复的时候 我就看下去那个车阁 那个停车阁 那个停车阁 都有他们两父子的影子 在那边花停车阁 他们两父子在那边花停车阁 好在当时有个朋友 在新竹开了餐厅 邀请他带着家人一块过去 张秀珍于是开始用工作麻痹伤口 一年多后才决定再回伤心地 我一回来 打扫我的房子的时候 然后住下来了 我就梦到他了 那个梦境很清楚哦 怎么清楚 他穿他走的那一天 那一套衣服 他说 他叫我的名字 他说 你要重新恢复哦 你如果没有再把它重新恢复起来 我们两夫妻的心血就没有了 我会 我会叫 女婿回来 帮你 那梦他就是 就是在鱼池边 就是交代说 意思说就是 他养鱼的一些方式 也有交代这样 他就跟你说怎么养 这个地方 怎么去运用 这个鱼的部分 你要怎么去整理 就像工作 日常工作这样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梦 廖建纯应该还在老家台中 继续当着牙记师吧 我们的行业比起来这个辛苦多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像就像在办公室一样 我们的行业就是在办公室吹个冷气 穿着帅帅的衣服 像办公这样 这个工作就是比较 厨房就比较油腻 比较繁杂 工作比较多 何止那场厨房 外场餐厅要体力活 巡龙鱼的体型偏大 重则一两百斤 要喂 要养 要捕捞 就连宰杀取肉都很粗重 因为我在公司 等于你看 像你做久了 一定会有公司会有阶级的那个 我们那边很多工作 其实我们都不需要 我们只要做精致的东西 但回来这边的时候 就是要从 像就是学徒做起 我们不要计较工作 就是做就对了 时间一样是时间 那就一起就是做 十二年前 打从廖建纯放下身段 跟着太太一家搬到谷关 他就明白 他得代替岳父 做这个家最稳固的支柱 好让张秀珍有更多心力 完满先生在 寻农于育种上的心愿 而意想不到的是 后来无心插柳 他细筛出餐桌上的黑珍珠 让顶级鱼子酱在谷关问世 刚开始要推的时候 是遇到很大的瓶颈 因为 因为我们台湾人不会吃 不会吃 你要怎么销售 对啊 不会吃 然后卖不出去都倒掉 保鲜期限到了 鱼子酱在珍稀 前五年 倒进厨鱼桶的也比卖出的多 一直到米其林指南评件来台 他们才开始 慢慢被几间摘星的餐厅发现 有气无悔 然后被一个日本料理主厨发现说 你们的东西好 他说台湾竟然有出鱼子酱 你们大家用看看 憋屈了好久 靠着鱼子酱终于一举成名 接着新冠疫情又来搅局 不过这一回 倒难不倒这一家子了 好几个月都没有做生意 也是要维持 员工也要花薪水 想说 跟我女婿 我们就坐下来说 我们要来开发一些加工品 然后就算疫情过了 我们还是可以卖 骗好了熏融鱼肉要细切成块 油炸后再跟各自边乡的食材下锅半炒 但拿熏融鱼做XO酱 肉质相对结实 火候拿捏上就更得谨慎 看它的 要看它的 它的熟度 跟它的程度 还有它的硬度 不能过硬 过硬它味道吃不尽 太软 它会散掉 鱼跟肉是不一样的 总是再大的磨难 张秀珍哭着撑着也挺过来了 他说这一路 他知道先生跟儿子 在另一个世界为他鼓掌了 我曾经跟我老公这样讲 我说如果我不在了 你怎么办 你不在了 我要怎么办 所以我都把这个 这句话我都记在心里面 我都跟我自己讲 这是我曾经讲过的话 我一定要去做 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 我还是会努力的过 用你的力气和爱 丰美岁月 这个承诺 如今它做到了 这件事 那可以拿出 那你不在了